這題它說 αβ是這個方程式 它的兩個根 要你證明 這個我們稱為是根 跟係數的關係 根與係數的關係 這怎麼證 首先 因為它有兩個根 所以它首相係數一定不會等於0 那既然不會等於0的話 我就把它全部除以A 全部除以A 也就是說 這個方程式 跟這個方程式是同解 具有相同的解結合 再加A分之C 它是同解的 然後現在它說 這個方程式 它有兩個根 R和β 所以這個方程式 跟這個方程式同解 一個是-α 等於0 那一個是-α 等於0 同解 因為它的根 是α跟β 這個方程式 它的根 也是α跟β 那我現在把它展開 展開的話 這個方程式跟什麼同解 跟係數的方程式 減掉多少 α加β 一字像 再加長數像是αβ 等於0 所以這個方程式 它也有兩個根 就是α跟β 所以這個跟這個同解 也就是說 這個方程式 跟這個方程式 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的話 就是說 第一個 它係數 一樣 都是1 所以這個係數 也會一樣 所以兩個方程式 如果它同解的話 它係數會成正比 這個比這個 會等於這個比這個 會等於這個比這個 我要這個少一個x 少一個x 少一個x 加αβ 這兩個方程式 是同解的話 那麼它的係數成正比 就1比1 會等多少呢 b除以a 比上負的α加β 會等多少 c除以a 他比上多少 αβ 那現在我就得正了 得正了 就是說 我把他給 這個護號 我把他拿到上面去 好了 結果αβ 是等於這個 αβ 等於負的 你除以a 然後這個把他乘過去 α乘以β 就等於這個 αβ 就等於a 或者c 下一個等於這個 &